8月8日晚,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山西体育中心开幕 中国首次运用5G技术直播大型运动会 现场空中呈现影像内容 并与地面影像互动融合 实现720度视觉效果和沉浸式演出 带给观众超级震撼的视觉体验 20时,二星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由开幕仪式文体表演和烛火剧点燃仪式构成 开幕式以烛梦新时代为主题的文体表演 第一篇章红日赵东方测中太行元素 第二篇章水积3000里测中黄河元素 第三篇章长空万里型测中长城及一带一路元素 整个表演将运动项目与山西文化深度融合 体育元素与文艺元素有机结合 在万众欢呼声中 山西籍世界设计冠军赵若竹等六位火炬手 与智能机械臂共同点燃青运会烛火炬装置 参加开幕式的演出人员有4300名 演出运用虚拟技术增强电视画面效果 在电视播出中将虚拟影像内容与现实时空表演高度融合 叠加联动 形成虚实结合的视像空间 二清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山西省城办的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 大赛共设置49个大项 1868个小项 并首次设置了滑雪和跨界项目 二清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在12到19岁之间的4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他们是中国体育的未来 也是冲击2020奥运会和2022冬奥会的后备军